川藏线 川藏线是我国三条进藏铁路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条铁路线路 其最近处距离中印两国实控线只有20公里左右 是维护我国边陲安定 为西藏运输物资的重要通道 这一铁路的修建 对于我国扩大战略纵深也具有深远意义 落在人间的天路 川藏铁路 川藏铁路 也就是我国连接四川 西藏这两个省份的铁路线路 从地图上来看 这条铁路呈现出东西走向 是西南地区的主要铁路概念 实际上川藏铁路的修建计划 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被提上日程 在1906年 清朝官员以及当时的驻藏大臣 为了促进西藏以及四川的商业发展 更为了改善两地的交通 开始提出修建西藏铁路的计划 而到了1917年以后 在我国当时的铁路规划 就已经将川藏县列入其中 途经成都 甘孜 昌都 乃至拉萨 但是这些计划 终究因为财力不足 技术发展 程度有限等种种原因 没有得到实施 1949年以后 我国开始对修建川藏铁路 进行勘察工作 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开始进入到线路选择阶段 不过相比之下 清藏铁路的建设难度更低 因此成为首先建设的一条铁路 不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藏线 并没有因此被废弃 在最初进行勘察的时候 有些地方连一条像样子的公路都没有 还经常会遇到山路上 弱石它诸多的地质灾害 甚至一些峡谷只能走锁道 没有其他的通过方式 可以说 这条铁路 不管是设计还是勘探乃至施工 都有着极大的挑战性 2009年 我国首次对外公布川藏线设计细节 考虑到建设的难度以及成本 这一铁路采取新修建的线路 以造线路合并的方式去修建 分时期 分路段的进行建设与运营 在这条线路中 最先修建的是拉铃段与成亚段 这两段同时在2014年的时候 开工建设 成亚段指的是成都亚恩 这段铁路线路 这段铁路起自成都市 从已经建设完成的成坤铁路出发 从成都西站到达浦江 穿过京基关隧道以后 到亚恩站 全长在179.18公里左右 由于地势相对的平缓 因此 该线路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 就已经建设完成 到2018年正式开通运营 到达亚恩以后 就会进入到亚恩灵支段 这一线路修建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其长度也远远高于成亚段 这段经过天泉线 翻越其境内的二郎山 这座大山的最高海拔 超过5150米 地势崎岖 山巒宏尾 大大增加了修建铁路的难度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铁路进入到最困难的修建阶段 跨过二郎山以后 进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 然后向西到达康定 跨越亚龙江 到达礼塘 巴塘 然后越过青沙江 进入到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昌都市 从该地区继续前行到达巴塑 波密 最终到达林芝 这条线路 足有1011公里 设计时速 在12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 因为地形复杂 一直到2020年11月份的时候 才正式的进行开工建设 目前永久在建设核展中 这一段 要经过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 横断山脉 这里是我国最宽 也是最典型的南北向山西 其面积高达60万平方公里 地势高下落差悬殊 山脉最高处为贡卡山 海拔高度7556米 多山间盆地以及湖泊 大江大河以及峡谷 切割作用强烈 地形构造复杂多样 银石流 山崩等各种地质灾害更是常见 可以说 该地区几乎已经达到了修建铁路的极限 在以前的时候 普遍认为 在这里想要修建铁路 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想经过这一地区 需要越过芒康山 沙鲁里山 他念汤翁山 斯拉济山等诸多的大型山脉 开始进入极限的爬升阶段 除了高大山脉之外 在这里还有诸多奔腾的河流峡谷 大渡河 亚龙江 金沙江 蓝沧江 木江 这些河流是无法绕过的障碍 为了能够跨越高山深谷 需要修建密集的隧道桥梁 从卢定到康定 这段不到50公里的线路 高下落差超过3300米 相当于每千米的高度落差 可达50米 超出了铁路的承受范围 与承亚段 共同施工的拉林段 在2021年正式开始运营 这一段的地势也比较复杂 从拉萨到日喀泽的铁路 协庸占领出 翻越 刚底斯山脉以后 进入到雅鲁藏布江河谷 跨过雅鲁藏布江 继续经过乃冬 桑日 家查 朗县 米林 最终到达林芝 整个线路的长度为402.4公里 在这一段还有著名的藏木特大桥 修建于海拔3350米的 雅鲁藏布江河谷之上 大桥全长超过525米 两岸对接隧道 横跨水深66米的雅鲁藏布江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铁路钢管拱桥 另外我们还能够看到 昌果特大桥等诸多的大桥 这里地区的桑珠岭隧道 也是一段重要的工程 其全程为16.499公里 施工期间发生了1.6万次的延爆 工期长达1125天 整个川藏铁路的线路落差超过3000米 桥隧占比多达81% 沿途落差超过1000米以上的地方有11个 累计爬坡高度超过1.4万米左右 在安拉隧道口的进口海拔超过3300米 顶线海拔超过4300米 仅仅是拉铃段就有16次越过鸭鲁藏布江 而超过10千米以上的隧道就有6座 15公里以上的隧道有15座 再加上高山高原地形 导致这里的空气十分稀薄 不仅仅不利于人类的健康 为施工带来了难度 更影响到铁路的运行 尽管川藏铁路修建难度大 但是其意义不可忽视 在未来 亚安灵芝段修建完成以后 这一铁路将会成为连接雪域高原的田路 川藏铁路意义非凡 西藏自治区虽然面积广袤 足有122万平方公里 但是这里的人口却只有364万 也就是我国一个小县城的人口 再加上这一地区 长期以来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 交通封闭 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落后 这里的汽车条件也比较恶劣 这里不退法 因此改善当地交通环境是非常迫切的 修建川藏铁路 能够加强西藏与我国其他省份的交流 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川藏铁路的修建 对于我国来说是提升国防实力的重要举措 这条铁路距离我国目前与印度实际控制线 最近处只有大约20公里的距离 现在印度占据着我国藏南地区较大面积的土地 在以前的时候 我国曾经收回藏南 但是因为后勤补给困难等诸多的原因 不得不选择暂时回到实际控制线之内 而修建川藏铁路正是优化该地区的交通 这里距离藏南很近 再配合公路完全可以解决补给问题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 可以用来运输物资士兵等 同时还有助于我国抢占藏南地区的制高点 造就有利于我国的局面 这一铁路一旦全面建成 就能够打通西藏与四川 乃至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线路 从此 中部地区丰富的物资 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到达藏东南地区 使得这一地区 与我国中部发达地区建立